所以我的梦想是什么呢 就是在黄河两岸 建起千里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在商量说 我们如果说能够把最难治理的地方 我们找办法给它治理好的话 那么其他地方我们就不再化下了 阿拉萨那边85公里 远着黄河的河岸 一个星期就有一次 八级以上的大风和沙尘暴 这个情况应该是危害最烈的地方 所以后来我们13年 到了内蒙古阿拉萨去开展实验 实在是太艰难了 因为像那个流动的沙地 如何固定的话 全世界没有报道过 没有任何人做过这个方面的实验 我们去享用军朝治理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反对 他说我们种树种了几十年了 都没解决的 你种这个草能行吗 后来我们这个草 我们运到那边去种 整整经过了这个90天 天天都是提心吊胆 因为我们搞不清楚 到底这个风会出现什么风 他们当天告诉我 他说他们的车子 那个沙尘暴来的时候 那个车子开过去 那个车的外面的油漆 全部打得光溜溜的 那个地方我们怎么把草种下来 我们种下去以后 刚刚那芽长出来了 结果一阵八几以上的沙尘暴来 把那个芽打得稀巴亮 然后沙尘暴停了 一个三四天 那个草又生长 又来一次沙尘暴 又把这个草打得稀巴亮 一次又次 大家很伤心 我们有几个同志都哭着跟我说 温老沙恐怕真的会是真的失败了 我说我们团队啊 我们宣布失败以前 你们任何人不能宣布失败 这个后来 经过了到了六月底 沙尘暴比较小了 那个草长起来了 一天长了五六公分 后来长到三米多高 在阿拉萨那边呢 实验地里面四根电线杆 全部被风刮到了 我们菌草没有刮跑 所以我给它叫做说 疾风之菌草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底下 现在黄河的全流域啊 所有的科技难题 基本上批养功课 为了扶贫 发明了菌草技术 从这扶贫过程当中呢 发展了菌草技术 回想起啊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夏南同志啊 他跟我说了一些话 他说 张希啊 你发明了这个技术 你拿去自己去发财 当然也是合法的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用你的发明 用来扶贫 为社会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才是你真正生命的价值 它们修行的价值 现在是这样子 带走走